春天来了,狗狗又到了发庭期 很多人以为牧狗见到狗狗就会脚配 其实并不是 牧狗也是有挑选的权利 狗狗本身不会发庭 只有牧狗发庭了 狗狗是被动发庭 所以只有牧狗挑选配偶的权利 老牧狗发庭时会释放一些荷尔蒙 就在牧狗的鸟业中 这些鸟业能吸引到狗狗 导致狗狗发庭 牧狗会从发庭的这些狗狗当中 挑选出最满意的交配对象 这就是为什么牧狗一发庭 就是好几个星期才能找到狗狗 不是说牧狗发庭就能交配 其实狗狗和人类一样 都会有本能的暧昧之心 也就是说牧狗在挑选交配对象时 其实牧狗也是看看狗狗 长得好看不好看才可以交配 对老牧狗来说 如果狗狗毛发长得比较旺盛 长得漂亮 身材高大 这就是他挑选的重要目标 国家德姆这只老牧狗 他在挑选交配对象时 他会更看重离异和好处 就那种这只小十字狗来说 他优势会给老牧狗带来事物 还会和老牧狗玩耍 那他就会被有限选择 虽然这只小十字狗长得不帅 但是他很细心 也就是我们平时平常说说的暖男 因为他能够细微地观察到牧狗的情绪 所以才这么套牧狗还心 不管体型长得大小 如果会套牧狗还心的话 总能得到牧狗更多的青睐 如果前面有更多的公勾来追牧狗 那牧狗就会挑选性格更好的哪只 因为性格好的狂狗更会照顾牧狗 牧狗也不害怕 那性格比较狂狠的狂狗 牧狗很可能并不敢靠近 小十字狗经过和黑浪对比 只会喜欢小十字狗 不会喜欢黑浪 小十字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